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感受上比較涼 白天 北部以及東半部的高溫 27 28度 其他地區則在29到31度之間 中南部尤其要注意日夜溫差比較大 早出晚歸要留意溫度的變化 持續來看到這禮拜的天氣狀況了 今明兩天先來看到了 主要還是受到了東北季風的影響 隨著中層的乾空氣移入的話 在中南部地區會更晴朗一點 不過在迎風面的北部地區 還有在東半部地區的降雨也會跟著減少了 各地氣溫逐日都比較不會有太明顯的變化 不过因為夜晚清晨的時候 因為輻射冷卻的關係 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 早出晚歸要多帶件衣服 禮拜三 禮拜四這兩天的期間 東北季風減弱轉為偏東到偏東南風的環境了 各地的氣溫可以看到明顯的 回升個兩到三度左右 各地的天氣都還算是穩定的 只有在迎風面的東半部地區會有比較零星的降雨狀況 日夜溫差還是比較大的 到了禮拜五就要特別留意了 因為東北季風增強了 天氣再度轉涼 北台灣的高溫降到只剩下25到27度之間 在桃園一北以及整個東半部都會有局部的短暫震雨 要特別留意 最後來看到小滴寧提醒大家 今天白天的溫度舒適 但是比較溫暖 不過早晚還是比較偏涼 早出晚歸的觀眾朋友要多加件外套 避免著涼了 另外就是東北風 俠帶著境外污染物移入 影響到台灣 尤其是北部地區還有金門馬祖的空氣品質比較差 敏感族群記得做好防護 接下來帶您關心各地詳細的溫度預測 中文字幕提供 為觀眾播報最及時的新聞 就是展現專業的時刻 更多新聞請鎖定中視新聞YouTube頻道 記得按讚 訂閱 分享 並開啟小鈴鐺喔